台北市成功高中 在这个月的17 18号举行期末考 但是现在的高一地理考卷 是被家长投诉 有一半的考题和去年一样或雷同 看看今年和去年的考题 以这题选择题 台湾环岛一周沿途可见 海岸景观顺序排列 题目一模一样 就连每一个选项的排序也完全相同 如果只是可能是出题 我是自己的班有那一两个班 只有这种那一两个班写过那份重复的考卷 那让其他班会觉得不公平 我是觉得也是正常 算是很夸张 但是如果以人之常情来说 偷懒嘛 老师也比较懒一点就像学生一样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如果那些学生有自己去 找上一届的考题的话 那会有点不平衡 就怕部分班级学生写过考古题 造成不公平影响分数 成功高中也赶紧发声明 当时考完后一小时接获反应 就马上召集授课老师来讨论 而经过分析决定剔除雷同试题不计分 由其他考题重新配分计算 也强调已经将出题老师的书面报告 送成绩考核委员会审议处分 其实这类的考试出包 不是头一遭先前桃园一所国中的 英语期末考和考古题雷同决议重考 以及师大附中的模拟考改考卷争议等等 毕竟现在不止烦心申请入学的学习档案 都会看赛校成绩 每一次考试对学生来说都很重要 更无法接受试题出包 影响公平性 TVBS上中英冷状宣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